乌干达游击对圣主抵抗军的首领约瑟夫科尼 因战争罪受到国际追捕而潜逃至今 人权组织认为他得到苏丹共和国的庇护 我们发现圣主抵抗军正在或已经在某个地区建立基地 而这个地区在最近几年中都是受苏丹共和国控制的 人物科人项目提供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 他们所说的基地指的是圣主抵抗军从今年2月开始使用的一个营地 美国政府正在继续评估关于圣主抵抗军 在苏丹和南苏丹争议地区开展活动的报告 美国和国际社会会严肃对待任何关于向圣主抵抗军提供帮助或者庇护的可靠证据 美国政府官员私下表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苏丹已经恢复对圣主抵抗军的足够支持和帮助 列兹涅夫认为 苏丹为圣主抵抗军重组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为叛军提供庇护是重大事件 我们担心圣主抵抗军目前已经有了新的避难所 战略于国际研究中心的詹尼弗·库克认为 这对于一支游击队伍来说尤其重要 圣主抵抗军一直非常敏捷地通过穿越边界来逃避审查 我认为苏丹共和国忙于处理本国南北部争端以及南部的问题 所以没有集中精力追捕迁逃在苏丹国内的圣主抵抗军 苏丹领导人巴西尔表示他并不支持圣主抵抗军 在他努力提高苏丹的国际地位之际 放弃支持圣主抵抗军是明智的 此举显示了他的诚意 苏丹为什么要向圣主抵抗军提供庇护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苏丹现在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 例如全面恢复石油出口的问题 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举足轻重 列兹涅夫认为在解决圣主抵抗军问题上 中国政府能够提供帮助 包括美国的施压在内 一些意想不到的压力已经在苏丹发挥了作用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比之前更多更强的参与也会有帮助 但是人权观察组织的莎拉摩根则认为 中国在圣主抵抗军问题上并没有直接利益 追捕圣主抵抗军和约瑟夫科尼是美国的保护平民的任务 除此之外坦白来说 现阶段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其他太多的任务 所以让中国参与反对圣主抵抗军阵营来支持美国的利益并不容易 列兹涅夫表示 除非苏丹政府做出改变 否则圣主抵抗军在这里的庇护所将一直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危险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